好,那如果说你是现在才加入这个课程的话 你也可以到网络上去下载 我已经放在成品里面了 这个范例 请到go.gl,然后ytz,rxt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 Excel商务资料分析应用 成品观摩这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观看一下这个范例 其实就是早上我最后做完的那个地方 可是我想请你们先来一起跟着我一起做一件事 已经到了我们商务资料分析最后面 我等一下会再多介绍几个 就是说他新增加的试图 让各位去了解 还有我觉得以智耀2016有一些 我觉得很棒的新功能 你不知道都不行 因为这些新功能为什么会被加进来 就是因为有人提出特殊需求 然后你知道之后真的可以对你们画图有事 做一些资料分析有示范功倍的效果 像例如说那天我交了一个职方图 职方图它分布马上就算出来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功能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早上我们最后是不是做了一件事情 早上其实我们是做到这里的档案 就是我刚吃饭回来然后去修改 然后记不记得就会有同学 有的同学呢 针对这个获利 这个获利 这边看到是不是0.4 0.2这些对不对 那我要告诉各位 其实我用错格子了 我用到范围里面的质量 而不是订单里面质量 你看一下 我觉得知道错在什么地方比较重要 我用到PowerPiver管理 针对订单的部分 我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 我用的是范围的销售额 然后呢 总利润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我用的是那个正确的利润 订单的利润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不是每一个纸产品项目 它的利润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项目给移除掉 不过我觉得移除掉 就是怎么样去修改这件事情 我觉得先把范围给删掉 各位知不知道我们 这里面是不是有多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你要怎么把它删掉 你们知道吗 直接在这边删掉 直接在这边删掉吗 不是 因为它是建模过来的 对吧 它是建模过来的 可能当时我在选一个范围 我选了一个范围 然后我就直接点了一下 加入自己 Power Pivot的加入自质量模型 它就产生了这个范围 那个是不对的范围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我要去Power Pivot管理 然后麻烦请把这个等于说资料表 滑鼠右键删除 确定要永久删除 从这个模型里面删除掉吗 是的 所以这边要选 是 请问会不会删除掉那个一个范围 可以吧 请问这张订单可不可以删掉 当然也可以删掉 这样了解 所以第一件事删掉 删掉以后它说 这个总销售错了 为什么这边它出现一个情况 告诉我错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范围这张资料表了 所以请把这个销售 总销售这个地方删掉 所以我应该要选择订单 这边就没有范围了 订单里面的什么 销售额 销售额 这边 销售额 右挂鼓 Enter 好 你看这算出来还是13.38 可以吗 好 这都没有错 这跟刚刚算出来的答案都是一样 可是 可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 我现在都是使用订单里面的数字 好了 这边我做完是不是就直接关掉 所以直接关掉 确定 你看一下 刚刚我们是不是先做那个 这边 就是真实的计算 真实的计算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原本我是不是用一个就是 刚刚我写一个公式告诉你说 A1分之B1加上A2分之B2 本来这上面的算法是这种方式来去算 然后算出来这只是概率得到一个数字 但是这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回归到 例如说把整个整个的分母是总销售 分取是总利润的方式算出来就是这样子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刚刚算的 我刚刚在PoTuber里面算是总共整体 对不对 全部的 全部的总销售 跟全部的总利润 他这边他会随着我勾选 我勾选的是 例如说纸类别 他就自动帮我切片 这是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看你算什么公式 等下我们还要再用这种方式来去算 可以 那你去看真实的获利 这边是不是都算一算 一定跟你们都一样 所以 销售最好的是收纳剧 收纳剧 其实你去看一下这一张图 收纳剧 我记得 获利最高的 获利最高 跑去哪里 你看 获利最高的就是 就是这边不是一条趋势线吗 趋势线 所有的产品 销售跟那个利润 是不是大概都会服从这条趋势线 可是只有他 非常远离这条线 而且是往上偏离 往上偏离的意思就是利润是高的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收纳剧 可以大概知道我的 我现在我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变成这样才是正确的 所以麻烦请各位 改什么地方 第一个 请点 How Giver 然后 管理 请把全班都要做 请把范围删掉 删掉之后呢 删掉之后麻烦请看这个数字 看你有几个惊叹号 如果说你有一个惊叹号 那就请你先把这个惊叹号改掉 如果这有惊叹号的话 那请你把这个部分也要改掉 可以吗 就换你们来去操作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我 我的资料到成品里面去下载 请勿订阅 这个需要大家安装 能够志 承订阅 但找到什么 我们在试音中 所以 founder 工作人员 职员 在 我要继续来讲 其实我们可能还是要 还是要多去做一点 那个韩式的计算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再来做一个 销售额扣去折扣的金额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资料表格了 对不对 所以这点可能都要知道一下 你看我们针对这个订单 我们针对现在这份订单来去看 它这里面是不是有销售额 销售额是不是会有折扣 所以真实的销售额是多少 应该是要扣掉折扣 扣掉折扣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106.008 假设这是一个销售额 它要乘以瓜胡1-0.4 就是它打了40%的 打四折就对了 还有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利润怎么算 利润为什么会有负数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说假设它的成本高过于它的卖价 它就会有那个理差 我们现在先来去算那个销售额2 这个销售额2应该是要扣掉折扣的金额 我只是希望多让你们练习一下 原来那个数字的计算 其实就跟以色尔是一样的 以色尔你会不会做 当然会 以色尔的话是不是你可能就等于 因为我不想要在这边破坏 破坏它的那个RAWDATA 因为你现在 如果说你现在破坏了它的RAWDATA 等一下到时候你每一个都平时要再算过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格 例如说106元乘以刮股1减去折扣0.4又刮股 这才是它的一个销售额 可以吗 好 我只知道 如果说现在我们资料变成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计算 所以其实我们会在Powerkeeper这边 我们做管理 管理 然后因为每一个 每一笔订单是不是都应该要有一个销售额2 所以我们要坐在这个地方 坐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怎么做这件事呢 我们是不是要输入销售额2 帽号等于 可以哦 帽号等于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们就是输入 因为我们是销售额的计算 所以是用一撇来去呼叫 销售额在 在比较下面的地方 销售额 不是对不起 应该是销售额 不要选到总销售哦 销售额乘 刮幅1减多少 你不可以减零 那个现在折扣是对啊 这个不可以减他 要减折扣 对不对 这就真的很像在写程式了 1减折扣 折扣怎么把它叫出来 就是用一撇来呼叫 折扣在这里 tap键 又刮幅 enter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产生了销售额2 可以吗 好 我想 我想 这个公式 各位应该写得出来 因为他的写法跟以前就不太一样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写哪一个储存格 现在不是用储存格 我们现在直接用栏位名称 好 请你们做销售额2 就是应该叫真实的销售额 请问一下 我刚刚这边是不是算了一个销售额2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算的话是算那个 这个销售额 对不对 可是这个是扣掉折扣之后真实的销售额 那这个销售额2 会不会把每一笔全部都加总起来 会啊 因为就用SUM这个函数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可是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我就 例如说我想要去算那个各个子产品的总销售 真实的销售额怎么做 我是不是游标我要先算出来真实销售额 如果我要算各地区各地区的销售 我是不是要先把那个真实的销售额先算出来 有听懂吗 那计算方式很简单 HUM大家都会 好 所以我们做一下 就是消应该叫做什么 真实 对了 请问那个总销售额2 它是一个数值还是很多数值 一个嘛 所以我就在下面挑一个格子来算 所以真实销售额2 可以吗 真实总销售额 对 真实要加一个总 因为销售额有很多个 每一个订单都会有一个 可是真实的总销售额2 只有一个 然后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 接下来用什么函数 SU 然后TAP键 方向键找到SU 然后方向键 我要加走哪一个 订单里面的销售额2 订单里面的销售额2 TAP键 又刮鼓 然后Enter 所以这样算出来这个数值 我想应该没有很大问题 可是这个数值 我就可以画好多图了 我可不可以去画那个真实销售额的各类别产品 例如说我现在关掉咯 我用真实总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呢 我去资料 然后新增一个Powerview 好 那我们来画真实的总销售额是不是订单 假设我今天来去看那个个棉 个棉 所以先找一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不对哦 我应该不是用订单日期 我应该要用棉才对 棉 然后接下来记得这个不摘药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可以去算 真实总销售额额打勾 他是不是就帮我算出来这个数值 然后你就可以把 例如说做一个群组织条图 请问你们可不可以知道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本来 以色谣都可以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好请你们做到这边就是 就是我刚刚的Powerview 然后管理 在订单的最下面 你要去算出来真实总销售额 二这件事 好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种方法 来去做出真实总销售额 好因为刚刚这种方法不好 其实你现在应该已经会算 我刚刚是不是算那个 我刚刚算的叫做什么 各年的真实总销售额 对不对 那你当然也可以很容易的画出来真实的总销售额 例如说各地区真实总销售额 也可以画出来各子类别产品的真实总销售额 也可以去做出什么各业务人员真实总销售额 各客户真实总销售额 这样了解吗 全部都可以算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公式在那边 你就可以自己去挑你要做什么图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刚刚这种方法非常不好的原因 在什么地方呢 你们一定要懂一个道理 因为你看如果我一直无穷的加 加这个新增资料行 假设我现在有一万笔资料 我是不是在这边新加入资料行 它就变成加了一万格 这边是不是销售额 是不是增加了一万格 对吧 那如果你有很多栏位 你就一直往右边加 一直往右边加 那个栏数会变成到时候你在做分析 你在跨资料表 例如说订单是不是有跟退货关联 那个乘出来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这个我们叫做比卡尔成绩 反正乘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就变成一个大怪物 而且现在我一年我就只有多少笔资料 可能可能两千多笔 那万一你的资料是 例如说中华电信 每一年的客户订单 你知道有多少吗 少说我们讲三分天下 应该也有个四五百万张 光是手机的订单 一年就应该有四五百万吧 我觉得了 那请问你 假设你今天要做10年 20年的数据分析 天哪那是多大的数字 所以尽可能的大数据分析 不要以新增栏位当做是你的计算方式 我现在我只能加一格 我就要直接算出来这个金额 刚刚这个金额是怎么算的 我是不是先算出一整栏的数字 把这一整栏全部加总起来 这边的算法是不是这种方法 这叫e-sale的方法 我现在要教你的是 另外我只用一格 我只用一格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个韩式呢 就叫s-u-m 就多了一个x 好我们现在来做一遍给你看 我就叫真实总销售额3 我只用一格 我绝对不用新增加一栏的方式 我就直接把它算完 好所以这边这个叫做真实 总销售额3 冒号等于 然后接下来用 一样嘛 我是要去把那个 所有的那个真实销售 全部都算出来 所以s-u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叫做 s-u-m-x 这个韩式 好 稍微等一下 这等一下就会消失 那个in 我要给你看 他前面是不是放资料表 后面是不是放运算式 请问你运算表 资料表 资料表 叫什么资料表 这边我只有三张资料表 一个叫订单 一个叫退货 一个叫销售人员 请问我要选哪一个资料表 订单吗 对不对 请问运算式 会不会打出来这个运算式 你就要打刚刚说那个 刚刚那一个 除了s-u-m 其他都要打出来 可以了解吗 就是不要打s-u-m就对了 好 我现在做一下给你看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 我要放资料表 那怎么放资料表呢 你可以用函数 这边有一个all 或者是你不想要放盘出没关系 你就打一撇 一撇这边只会出现三个 选也不会选错 你一定是选订单 对不对 因为只有订单里面才会有 我可以做运算的栏位 可以不见 逗号 逗号 为什么加逗号 这边资料表后面不是有一个逗号吗 好 那运算式怎么做 运算式就例如说1加1 这就叫运算式 反正里面有放加减乘数的 这就叫运算式 可是刚刚你有做过 你用的是不是 什么格子乘刮弧1减什么格子 然后又刮弧 对不对 那个就是运算式 所以如果你下次不会用s-u-m 请你就先想一想你的s-u-m 怎么做 里面的参数 塞到运算式这边就对了 好 所以请问你 我这边的运算式是不是 那个销售额 那一格 所以一撇 找出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这是不是原始 Rodata给我的这个销售额 乘以多少 刮弧 刮弧 1减 折扣 也要用Rodata 提供给我们的那个折扣 所以用一撇来去呼叫 折扣 Tab键 右刮弧 这边我只是把这个运算式 运算式这边结束 所以是不是还要有一个左刮弧 的对称 这边右刮弧 好 右刮弧 所以就两个 这边有两个右刮弧 好 Enter 你看真实的总销售额 我有沒有算错 没有 一模一样 而且呢 这是不浪费很多很多 你那个栏位 我没有创造出来的栏位 它自动就帮我算出来 而且 这样子的运算量 这个运算量对于电脑来说是小case 因为现在才1万笔 因为它不用去占用 你现在就是纯粹的不用塞给它实体空间 你只要请电脑负责做计算 而且只给它塞一个值 你产生1万个值跟产生一个值 你觉得哪一个电脑处理的速度会比较快 当然是一个值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学会 你要听懂 因为真的大数据分析 尽可能的 不是以创造那个栏位为主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用的这个销售额2 先产生一个销售额2 然后再去产生一个真实的总销售额2 这样子的方法其实是以色谣的做法 这是不好的做法 对于大数据分析来说不好 这点一定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它有好多好多韩式 它都变成什么 例如说最大值 最大值 它就有最大值的什么 MAX X 什么 排序 排名次 可是它也有那个RANKX 可是光是要交RANKX 我就要花一个半小时 你们才有可能听懂 我是说真的 如果你要愿意挑战的话 你就请去参考Power BI里面 我介绍的RANKX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在大数据分析里面的韩式 它没有RANK这个韩式了 它只剩下RANKX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有兴趣你再去挑战那更难的 所以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方法 用到函数叫做SUMX 运算速度快效率提升 然后不占用我们很多的实体的空间 好 那我现在一样要把这个图来去画画看 画出来一定都一模一样了 你看这边我就关掉了 关掉之后 确定 然后我也把那个真实销售额3 来去画一个各年的销售来订单 所以首先我是不是要先有一个订单日期 哦不对 棉 棉 棉在上面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 真实总销售额3 然后这个棉呢不摘要 好 这个这个资料我是不是也把它变成一个群组直调图 然后加个配置进去 这个图我也加一个资料配置 算出来的一定都一模一样 可以吗 好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这是用sumx画出来的图 如果你的记忆体记忆卡 显示卡是没有的 还有你的记忆体要是很少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种画图 它是慢慢慢慢呈现出来 这个是闪一下就马上画出来 真的这边都会有一些差别 好了 那就请你们现在透过我刚刚所教的 1点选Powkeeper 2管理 然后请在订单下面 因为我们总销售额 真实的总销售额3 这只有一个数字吗 所以请在下面点一下 然后麻烦请输入这些内容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我相信我们班上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人 应该是听得懂这一段的 期待希望以后 少看到一点用以上观念做的 而是要用大数据分析的观念做出来的图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做错 你甚至可以把你们之前曾经做过的资料表来做做看 你就会发现有可能是做错的 各位我们现在这个Powkeeper算完我们就关掉了 好我们回到这个订单 我们一直有教你就是说怎么样去创造一个范围 我们可不可以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这个范例我们就先存档到这里 我是把它叫做六支二了 然后我要请你们重新打开 我看重新下载好了 重新去下载我最早给你们的那个范例档案 因为我怕你整个混乱掉 所以首先请你先到我的教学平台 然后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里面 范例下载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超市范例 对我要重新去下载这个范例 可以吗 因为我希望 我们在那个教office整合 我们没办法去教 以至要有很多很棒的统计图表 可是Powbi里面通通都包含这些图表了 好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我必须要在这个班级里面教完 好那就麻烦请你们重新下载这个范例档案 然后请把这个超市范例打开来 我们用很干净的那个超市范例来介绍 介绍什么呢 介绍它的一些新功能 保证是你office2010 假设你会用Excel 那可是2016他有一些新功能 我觉得是你必须要学会的 好 请我们现在先动手来去重新下载范例 请问在这个范例里面 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是不是会看到有的是2 有的是4 有的是3 有的是9 对不对 因为以前我们在教 就是我要去知道它的一个分布情形 然后判断它有没有异常值 就是outlier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异常值代表你的资料是不干净的 就必须要去修改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以前我们是怎么做这件事的 首先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提供一个叫做脂肪图 它就可以快速帮我们画出来 像例如说1的 1的 因为这里面都是整数 所以它这边是不是写1到1.36 总共出现 就是1 1出现几次 981次 有看到吗 2出现几次呢 2392次 请问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你用函数 如果你用函数也要绘算哦 好 我先把它删掉 但是我等一下不是要教你用函数的方式 首先 首先在这边 我是不是有1到多少 14 然后接下来 我就要用函数 函数 1出现多少次 2出现多少次 算出来 请问那个函数是什么 counter if 对不对 C-O-U-N-T-I-F 然后接下来 范围 什么范围 这个范围 不要这样选哦 这样选是整个R栏位 这样很浪费空间 建议从R1选到什么 选到R101 逗号 为什么是用逗号 这边不是告诉我吗 范围选完是不是就逗号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 右瓜糊 后面那个不是条件4吗 好 Enter 然后接下来 这一定出现981 然后到14 请问这个会不会画直方图 以前我们是不是这样画的 你看嘛 一总共出现多少次 一总共出现981次 二总共出现2392次 跟刚刚画出来的图是不是一样 对哦 好 那这个是函数的做法 我也不请你们做 因为我要教的是 里面很重要的功能 可是很多人都不会用 只是我觉得个人 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惜 叫做分析工具箱 分析工具箱 好 这出自于就是我的第一份详意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分析工具箱在资料的最右边 可是这边你没有看到分析工具箱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呼叫出来 点选档案选项 一要点选档案 二点选选项 三在争议集里面 争议集麻烦请看一下 我们上次做powerview是不是在com争议集 然后请选Excel争议集 他早就放在以示要争议集里面了 请点执行 这边有没有看到分析工具箱 有 好 分析工具箱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还有一个VPA VPA也是我一直在推的叫做自动化 什么叫办公室自动化呢 我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才放上去这个课程 欢迎你有空利用端午节看一下 什么叫自动化呢 简单说就是以后你的工作只要按一个按钮 或者是按一个执行 他就把你做完了 这不就叫自动化 可以吗 真的你的工作应该要去变成说 我画好这些图 我做完这些事 我应该要去跟主管去讨论沟通 策略的应用 那才是你的工作 好 千万不要跟机器抢那些复制贴上重复性的工作 好 确定 你看我资料 右边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分析 我重点是要请你们先叫出这个资料分析 然后我再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也就是说 一 连选档案 二 选项 三 争议集 然后接下来请在这个以色谣争议集执行 请勾分析工具箱 请问怎么样把它拿掉 那就是再点一下 这边就没有了 按确定 这就把它拿掉了 好 我现在我是要分析工具箱 所以我就不刻意拿掉了 好 请你们先把分析工具箱叫出来 叫在资料 功能标签的最右边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你看哦 这是我们的主界 就是0到1 1到2 2到3 3到4 4到5 可以吗 好 为什么我知道这样主界呢 因为我在这数量这边点一下 他最小只是1 最大只是14 他已经告诉我这件事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去画这个直方图 画这个直方图 所以我就直接点资料底下的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叫直方图 这里面有很多 请问一下哦 复利液变数 复利液分析有听过吗 看电影可能听过 读大学可能有听过 之后可能就听过就算了 你不会 你没有听过的东西 你就不会去用它 对吧 好 可是至少直方图 我现在我要教你 所以你要会使用它 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工具 好 例如说直方图 确定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哦 首先我的输入范围 输入范围这个地方 输入范围 我的资料范围是不是我要统计出来这些数字 所以请选R2 R2到哪里 到最下面 R101 再接下来主界范围 主界范围在哪里呢 主界范围 我们是不是这个范围 还有你要不要设定输出的范围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直接在旁边去输出 然后我们就去知道说数量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把输出范围设定到 例如说这个位置 再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柏拉图 什么叫柏拉图 其实柏拉图就是次数分布 次数分布 可是它是经过排序的直方图 它是经过排序 经过排序 它就叫直方图了 对不起 它就叫柏拉图 好 然后要不要输出一个图表 要 所以我们这边打勾 所以这两个都打勾 确定 首先你看 1是不是出现981次 2出现2392次 1总共出现1到14 然后频率是这样子 它的图表在哪里呢 有看到吗 就是这张图 但是它现在它不是画我们看得懂的这一张图 它是画经过排序经过频率排序 就是2最多 3其次 5其次 4又再其次 一此类推 它现在要频率来去排序画出来这张图 跟可能你知道的这张图 例如说 刚刚我是不是这边算出来这个结果 它应该是要画这张图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去不要勾那个柏拉图 如果你勾不要勾那个柏拉图 你就会看到以这边来去画图了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资料 资料分析 脂肪图 确定 然后把 刚刚这些内容都 不用改了 这个柏拉图关掉 然后确定 因为它不让我覆盖过去 它不让我覆盖过去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节省你很多作图的时间 它图 是这里 有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要的这张图 就是你直接 你直接用这个方式 然后画插入 直方图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 旧的功能在 资料分析里面 分析工具箱里面 可是2016 它多给你的长条图 这个直方图 好 请你们自己动手 透过分析工具箱来去做这件事 假设我现在呢 我现在我做了 我现在我做了一张图 好 例如说 我就随便选 随便选 然后 接下来我就插入 随便插入一张图好了 假设 假设 现在图在哪里 你找不到 假设你找不到 就是你的格子 资料格子又很大 对不对 那你又找不到这张图 那图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这个新功能 你可能本来不晓得 常用 底下有一个寻找 与选取 这边有一个选取窗格 这边只会列 就是储存格以外的东西 例如说图片图表 所以你点他 就是当我点到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假设 我现在在这边 我点他 然后 有资料的地方 他就会 就是呈现那个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要用到楼 到图表八 对不对 到图表八 可是可以这样子到吗 不行 奇怪了 因为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全部显示 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 我现在他就只能这样子 我现在在别的位置 可是当我点一下图表八 就是你要去看这个边边 例如说好了 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当我点了图表八之后 图表八 然后你就 卷轴这样的往上 往左右移动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 这边他是出现这样子的内容 可以知道 怎么找吗 这是他所提供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优 好 提供盖门参考一下 那我要继续介绍 我们接下来我想要介绍是这张图 因为这几张图都很重要 可是大家都不太会用 像例如说瀑布图 瀑布图各位这样听起来 瀑布图里面 他主要是要呈现 就是说这几年到底是涨还是跌 增加他是绿色 减少他是红色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先来去 要先把我们的资料先整理好 首先呢 我们先用数鸟分析表 我们来去做各年的 各年的所谓的销售统计 所以先勾订单日期 再勾什么 销售额 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这个内容复制 贴到旁边选择性贴上 贴到值 各位要算出一个数值 就是他跟他的差别 一定要按照连续性排列 也就是说他要他跟他之间的差别 也就是加这一格减去这一格 然后接下来呢 往下移动 这一格等于什么呢 加这一格 听得懂吗 第一格 第一格不变 可是最后最后算完最下面的内容就是他 这就是瀑布图 好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叫做年 选到这个内容 这个应该叫做销售额 选到这个内容跟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来去插入瀑布图 我要告诉各位的意思就是说 从2013年他的销售额销售额在这个地方 然后2014年增加 因为蓝色是增加 蓝色是增加 然后接下来第二年是不是增加了50万 然后第三年增加了80万 在这里 第四年呢 增加了124万 可以吗 如果我们这边有做出来那个合计 请问合计是多少 合计就要放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你看一下 插入瀑布图 但是他不让我去结合这个合计 这是比较合实的 不过我是要告诉各位 这就是瀑布图 假设我今天我这个2014年的销售额是 两个十百 两百五十万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他是不是下降了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就会因为他是跟前一期来去比较 他是下降的 所以2014年其实就是这个金额减去他 所以他就很容易来去跟前期做比较 去了解涨跌或者是输赢分析 这就是瀑布图 可以吗 通常有些主管他喜欢看那个 到底今年我跟去年的一个输赢分析 就是指瀑布图 所以我再重新做一次这张瀑布图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能去做那个 一定要连续性的资料 连续性这边就只有订单日期跟发货日期 所以我就只能做插入书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按确定 我用的是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去勾 例如说利润好了 我现在做利润 其实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来去做利润瀑布图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个内容复制 选择性贴上贴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这是不是年 那这是第一年的利润 第一年的利润就等于谁 就是等于这一格 这是第一年 第二年是我们只算那个增加或减少的那个值 所以要加这一格减前一期 Enter 然后接下来往下复制 为了方便我们减制就要给他三问一点 小数位数没有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选这个内容 来去做插入户库图 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以利润来说的话 就是2013年的利润 利润 这样子一个基准37万 第二年增加增加了98万 第三年就2015年增加了14万15万 然后2016年又再增加了6万 就是这样增加上去 但你一定会说 瀑布图不是往下吗 他在这边 他说 他说只 有往上也有往下 往上是代表增加 往下是代表减少 好 他用颜色别来去做区分 这就是瀑布图 提用盖门称 新的图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现在想要介绍是这个竖形图 各位如果本来就有的图 我就不介绍了 因为我是想介绍那个新的功能 他为什么刻意要把图放在这个地方 好 像上次我们介绍过那个组合图 那现在我们来去观看这个特殊的这个竖形图 甚至还有叫做什么 太阳热能图 热量图吧 Sunburst 太阳热力图 好 这个太阳热力图 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叫做竖形图 竖形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竖形图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地区 那总共六个地区 它的一个分布的大小情形是怎么样 也就好像说 例如说国土面积的比较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那例如说华东总共出现了多少笔订单 西南出现多少笔订单 中南出现多少笔订单 例如说好了 例如说我们想要去看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怎样去看 我再讲一次题目 我这边有六个地区 可是这六个地区 我怎么知道说华东出现几次 中南出现几次 然后我把这样出现几次 画成一个叫做塑形图 来去比较谁的面积大 就代表谁出现的多 然后让别人来去感受 例如说三分之二原来都是集中在什么地区 也就是包含有其他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叙述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以地区来做说明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地区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数没有分析表 确定 地区 地区总共出现多少次 所以先勾地区 他一定放到列这边 然后再把地区翻到直这边 然后接下来请选到这个内容 不要总计 然后复制选择性贴上 直 我比较喜欢是这样子来去做滑鼠右键 选择性贴上 我比较不喜欢选这些 例如说选这个就是直 我比较喜欢选择的是选择性贴上 然后里面去选直 确定 不过这多按了一按就是了 然后接下来去做插入 塑形图 确定 请问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公司的销售 我们公司的这家超市的销售 华东中南 已经这两个地区的销售就过半数了 可以吗 也就是在说那个主要的主要的地区是什么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意思 等一下我要请你算是主要产品 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把这个地方 刚刚我是不是选地区 现在你就要选那个纸产品了 纸产品不是有17种吗 我想请你画出来这个地形图 数型图 你就知道什么是主要产品 可以 请我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纸产品数型图 请各位先来练习一下 今天我看到的 就是 我昨天我就去打中华电信 然后开放资料 然后这边有什么政府资料 开放平台资料库 资料级清单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放有放中华电信 也怪怪的 但是他真的有像什么MOD累积用户数 他这边所指的不是只有中华电信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叫做ICC 他放上去的各家NCC 各家的那个电信业者 通通都有其中当然有包含中华电信 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干脆去NCC 他的开放资料集里面去找 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你看这是NCC的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 然后你可以去 我刚刚点这个 对不起 我点第四个 然后他这边总共找到了 就是说127个资料集 所以看你们要不要下载一些什么资料 来去做分析 分析比较看看中华电信 跟其他的电信业者之间的一个客户使用行动电话 或使用那个网络 这些的一个差异性改变 好了 那我接下来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中华电信 有释出一些 应该是被NCC要求要释放释出资料 所以大家可能将来也有可能会去 做一些资料 是提供给NCC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刚刚插入底下我们其实介绍了像例如说 塑形图 瀑布图 其中我觉得还有一个组合图是很重要的 组合图 就是 假如说我今天我做了 例如说有销售 然后也有利润 所以我就可以去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在这边虽然画不出来这种散布图 那我们至少也可以怎么做呢 好 例如说我先用那个 书柳分析 插入书柳分析图确定 然后我们做 数量好了 销售额跟数量 你应该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单位 不一样的计算单位 一个是钱 然后一个是个 对不对 单位是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画这种图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说 可能画出来都是直条图 这样就不具比较性了 好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2013年总共销售的数量是这样子 然后2014年 请问一下我们的订单笔数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放的不是销售个数 就是有的销售两格 有的销售三格 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各年的销售笔数 所以请把这个数量拿掉 我不要这个数量 我要把订单日期搬到直这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订单日期搬到直这边 它变成是这个数字 它加起来不是一万笔 所以请把这个数字 这边有一个叫做直栏位设定 请把它改成 它已经是项目个数了 我刚刚是不是选错 我再重新做一次 插入数秒分析表确定 然后这边是不是销 先勾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销售额 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我再放一个 例如说次数 次数 那我就直接把那个 这个订单日期 我知道 因为订单日期有好多会重复的 好 那我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不会重复的订单ID 算了 我把订单行搬到这个地方 然后记得 记得这个数值 我不是要加总 我要改成次数 项目个数 确定 可是这样算出来还是不对 因为我要1万 好 我们先画出这张图好了 怎么画这张图呢 好 例如说复制 贴上 选择性贴上 值 这张图可以画组合图 好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插入 这边是不是有组合图 例如说一个是直条图 一个是折线图 可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折线图 它虽然有画出来 但是它是很下面 因为 这个两个单位不一样 一个是金钱 一个是次数 所以我必须要把 下面这个红色的部分 去变更 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改成这个 次数是这个 确定 所以我们就要来去研究一下说 这个 它在整体这边的看到的情形 这三个 然后这个次数 不过等一下我要去研究 这个次数 为什么加起来不是1万这件事 好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先做出这种组合图 一般来说我们会有双轴 我以前我都叫双轴图 现在它叫组合图 就是两种不一样的图 但是坐标轴一样是两个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我这边总共资料比数有一万笔 有一万笔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如何去做 就是说那个组合图 插入 枢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我刻意放两个不同单位 两个不同单位的资料 例如说订单日期 我放进去之后 它放在列栏位 它就会出现 例如说各年 然后接下来的销售额 所以我勾销售额 它就自动放在值这边 那如果我今天我把订单日期 也放在这个值这边 它会帮我自动去计算说 2013年有多少笔 2014年有多少笔 为什么呢 因为订单日期 它是文字资料 文字资料 它只能计算次数 好 那现在我重点是要去讲说 这样子的资料 它很适合去画组合图 我们来去看这个组合 图的一个关系 所以复制选择性贴上值 然后确定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插入组合图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选这个组合图 第一种 第一种 你去看第二种组合图 它会把折现图放在副坐标轴 是不是就做完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 都是在下面的 都是在下面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个出现的频率 这个意思是指说 就是可能是以销售比较高 销售额比较高 然后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年是不是都会有销售额 然后如果以次数来说 次数好像都是比较低一点的 其实可以次数再想办法再增加高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组合图 请问一下 每一个就是Word也叫PowerPoint的软体的 这个最右边功能标签的最右边 是不是有一个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功能 这边其实可以点下去 然后你告诉电脑说你想要做什么 只是现在要透过打字 例如说我想要做书柳分析好了 有听得懂吗 因为我相信如果你习惯用OBIS2010的人 你会不知道说 你可能就反正就是 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他有了一个改变 就是本来书柳分析表在旧版2003 那个时候他都是放在资料功能表底下 后来他搬家了 所以当你今天在用新软体的时候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小小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功能跑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会有这种情形 那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去使用 我想要做书柳分析表 那你又不知道他在插入功能标签 插入功能底下的书柳分析表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告诉我 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这个地方点一下 输入书柳分析表 目书柳分析 有看到吗 好 当我点下去书柳分析表 他就直接出现这个图 他连在什么功能都不告诉你了 不需要了吗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意思 举例来说 假设你今天用了一个新的软体 你一刚开始一定会一直问 这个功能在哪里 那个功能在哪里 经过了两三个月谋合之后 你也不会想要问这个问题了 他干脆就提供给你 告诉我你想要执行什么 你看 例如说我想要去做书柳分析表 确定 对不对 他有没有显示出来 插入书柳分析表 没有 他就直接让你做完了 然后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去做的是 订单日期里面的 例如说销售额 好销售额 你就直接实际可以去做书柳分析表 这样子的设计 他要先猜对 可以吗 好 那我现在我想要请一门做的是插入 插入一张图片 有听得懂我的题目吗 我想你可能知道 他就在插入底下有个图片 我的意思是说 就麻烦你在这个地方点一下输入 插入图片 有看到插入图片 还是插入线上图片 好 例如说我要插入一个线上图片 好不好 就请你们自己去玩一下 我想应该会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 至少你就不用知道这个功能在什么地方了 好我们现在去特意的在这个里面 例如说销售额 销售额 销售额 这边是空值 销售额是空值 算了我把这个折扣这些也都全部变空值 好了 就是有没有可能你会遇到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资料 这个是在资料拥有者 资料拥有者 好就是他输入了这些资料 但是他却没有打销售额是多少 数量是多少 折扣是多少 利润是多少 请问没有这些资料的话到时候计算上会不会遇到问题 应该会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做一件事情 没有资料的格子我全部都把它输入零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绝对不要用那个肉眼使命在这边去找 这样的话你会花好多的时间 而且你可以保证你全部找完了吗 或者是你能不能寻找空格 这边寻找 请问空格你会不会输入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能不能找到这一格 这一格你要输入什么 空格 你中文字吗 空格 那输入什么 什么都不要输入 凉片 凉片 谁叫你的 凉片 凉片 找下一个 他找不到 那不要输入 那不要输入 好 什么都不要输入 什么都没有 然后 找下一个 知道吗 这边你就必须要什么都不输入 可以了解 这样做太慢了 这样做真的太慢了 我现在要教你们最快速 就是 假设你这边一定要填资料 全部都填 零 怎么做 首先 首先游标随便在任何一个都没有关系 尋找与取代 特殊目标 特殊目标 请选空格 然后 确定 他就把每一个空格都找出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输入 零 对不对 我就直接输入零 可是这时候不可以按Enter 你按Enter 他就只有这一格会变成零 其他格子还是空格 你要做的是Ctrl加Enter Ctrl加按住 Ctrl键是不是按住的 Enter 点一下 全部都做完了 我们现在来去找一下 已经没有空格了 所以游标放在这边 寻找取代 寻找空格 找下一笔 他说找不到了 可以吗 技术是Ctrl加Enter 我们用的是什么 特殊的这个工具 这个特殊目标 然后选空格 然后再用输入零 记得最后是Ctrl加Enter 就全部都改好了 你们喜欢这个功能吗 是 来 请你们动手去做 这个百零 总比百零怒尔好很多 我要告诉各位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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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做Excel 你可能会变成用嘴巴念 我想画 不是 不对 就像那个未来开车 你知道吗 导航 阳明大学 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什么事情 他可能会告诉你什么 请信号安全带 知道吗 然后 那个预计几分钟之后 会抵达 现在开始自动驾驶 听得懂吧 那你想哦 先不管那个自动驾驶 现在我们管那个自动画图哦 那你就要告诉他什么 画图 他就问 请问要画什么图 你就回答 销售 各年销售统计图 他就直接画好给你了 有听懂吗 那以后也许就是 也许哦 这边有一个屏幕 然后 你跟你的主管 可能就直接在 直接在讨论那个画完图之后的结果了 这个我们在参展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做过这种事 看过别人是这样子来去做的 这个都不是新迁事了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哦 自动画图 插入数秒分析表 确定 那我现在来去画那个各类别 各类别销售 各类别 类别在 类别的销售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先复制 然后选择信贴上贴到这个地方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哦 以前你在选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有这件 这个贴上的一个设定 这是旧版 可是现在多 右下角多了这个东西 它叫快速分析 不只是这个地方哦 假如说今天我这样子选 它右下角都会出现快速分析 好 那到底快速分析是什么呢 例如说快速分析 它可以自动的帮你去加 格式的设定 格式化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或者是加颜色别 颜色别 它里面 加个那个 上升还是下降 我稍微把这个内容稍微翻开一点 然后还有大于多少以上 或者是是不是前10% 这都是它自动自动帮我们去标出来的 那能不能直接画图呢 它可以去画群组直挑图 圆形图 群组横挑图 或建议图表 它是不是这边都可以帮我们画出这些东西 甚至还可以帮我们把那个走势图给画出来 输赢分析折线图 好 比如说在自动画图上面 例如说假设我要画群组直挑图 我这样我就不用再用什么插入直挑图 群组直挑图 我就直接在这边点一下 它就直接帮我画出这张图了 你看这样子好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做完一个资料表的时候 它就帮你画完图 这件事情是还不错的一件事 这都叫做快速分析 好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玩一下 假设你具有预测力 预测 例如说 今天晚上精彩539会开 不要 不要精彩539 现在不是有100万呢 好今天会开出 例如说2号18号 那你是不是就直接去买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赚到100万了 天哪哪有这么好的事 可是我是要告诉你预测 预测 预测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最好是把那个移动平均的概念都告诉你们 好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呢 我去做出来各年的预测 请问一下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年月日 你订单日期 来去做分析 然后我们可以去预测很多种不同的一个结果 怎么说呢 在这个地方插入书没有分析表确定 可以 如果我们现在勾订单日期 然后再勾销售额 我们可不可以预测2017年的销售额 可以 可是因为你只有给我4年的资料 所以我可能预测出来的第5年的这个销售额 我觉得不会很精准 比如说好了 如果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第一个数字是1 第二个数字是2 第三个数字是3 第四个数字是10 那第五个数字是几 有听懂吗 那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说 要再给多一点资料 那怎么给多一点资料来做预测呢 例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 年就会有季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总共4年就有16季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依照前面各季的数字 推算出2017年第一季的数值是多少 可以吗 那你觉得这样子准不准 至少比刚刚准吧 因为我去预估从一年变到一季 可以吗 好 那请问一下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往下探索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有几个月 48个月 48个月 48个月我到时候去推估2017年的1月 会不会比较准一点 我觉得又会更准了 至少你应该知道那个30 这个统计有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大数法则 就是你要画出一个分布的话 应该要找到30个以上的数字 然后来去看它的分布 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的分布 好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这边我觉得用年月日来去 用年季月来去做 做我们的预测 我觉得会比较准 可以 那我现在我就来去做一下给你们看 首先 请问这张这样子的内容会不会做 就是把它展开变成有年有月有日 应该会做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好了 等等 太快了 好 复制 然后 选择性贴上 值 确定 1月就放在这边 2月就放在这边 3月就放在这边 可以吗 以此类推 会不会做到这件事 再做一次给你们看 首先 首先 你可能要知道怎么选 1月 1月 如果我现在选1月 我是放在1月的右边选 我就只有选到这一格 可是如果我在1月的左边超过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 可以吗 我在左边这边 你在1月的前面一点点还是选到这一个 可是再左边一点点有没有看到 因为它是一个阶层关系 所以我点它 这样就选到一列 好 接下来呢 这样子选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是不是只有选到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 然后复制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动作吗 我只要选到这些月 然后复制 然后选择性贴上贴值 确定 因为预测工作表规定一定要连续性资料 那所以这个这是2013年1月对吧 那1月完毕是不是2013年2月 确定 选到这两格往下拖曳复制 2016年12月 可以吗 接下来就简单了 接下来你要知道预测工作表在哪里 你不知道吧 对不对 新功能 我也不想告诉你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 是不是在这边输入预测工作表 听得懂吗 其实它真的就是放在那个 资料底下 它放在资料这边有一个预测工作表 可是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说 你不要去记这个功能在哪里 不要因为找不到功能 然后就很讨厌 我们这边就输入预测工 可以吗 预测工作表 而且我觉得这个版本 它比较能够辨识繁体中文字 因为大陆人桌面不知道预测工作表 听得懂 真的 2013版 你打那个 你打 你不能打 反正你要打那个完全正确的英文字 会比较容易找到 好了 预测工作表 预测工作表 建立 做完了 就这么简单 好 那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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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你要去读懂这张图表 对不对 可以了解 预测工作表很简单做 就是只要点一个建立 是不是就做完了 而且我已经告诉你说 告诉我 你想要执行什么动作 你这边就打预测 只有一个 就是预测工作表 他就帮你做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 我就要教你这张图 这张图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叫做准不准 请问你预测出来准比较重要吧 就好像说我去算命 我是不是要去看到底准还是不准 可以了解 那预测也是 等一下我们再教你这张图怎么看 至少你先做出来预测 可以吗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做书纽分析表 然后选到那个1月2月3月 然后把它贴到别的地方 应该都会 可以 记得把它改成连续性的指标 其实我们先动手做一下 预测工作表 这也是新功能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明到底准还是不准 你看一下 针对这个资料内容 其实我们可以去 可以去加一些资料标签 可是这个 这个资料标签 这样子加上来之后 我倒觉得这些资料标签 把它给离开掉吧 这些都是预测出来的数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其实 其实这个 这个都是预测出来的 那预测出来到底准不准 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观看一下 我们来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 在2013年 1月 在这里 2月 3月 4月 5月 它是不是呈现一个W 然后呢 接下来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一定是1月 对下来有看到吗 1月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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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的1月 稍微拉宽一点 好了 然后 1月在这边 2月 3月 4月 5月 可以 所以是不是也是一个W 好 我们先来去看这个红色线 红色线就是趋势线 然后这个是可信度 95信赖区间应该没有问题 95信赖区间 好 重点我们是比那个红色线 红色线你要看到1月在这边 2017年的1月在这里 2月 3月 4月 5月 是不是也是一个W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或者是 或者是我刻意的 我刻意的 我刻意的 我只先 选到 6月之前 我只先选到6月之前 这边我先不做 我先把它可以搬走 好 游标在这边 然后去做 资料 资料底下的预测工作表 建立 大概有看到这种情形吗 那你看 它是不是接下来去预测是7月8月之类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个数字 到底它准不准 所以 7月 它预测出来的数值呢 这是 6月 这边是6月 7月是不是在这边 7月它是不是下降 July 20 这边有没有看到 2016年的7月 它预测是多少呢 32万 可以吗 这个 这个点 这个点 对不起 这个点是多少 June July 再稍微放大一点 好了 5月 6 它 就是 3月 5月 所以这是7月 7月是 53万 我们看这个数字 这样看不太好 我们干脆去下面看真实的数字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告诉我说 这边是不是2016年 2016年的7月 我刚刚是不是刻意的在这个地方 这几个数字 我把这几个数字 复制 贴到这边来 贴上 我加个颜色 请问你们看得懂看不懂 我现在做什么意思 我把真实数字遮住6期 不放进预测里面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真实的数字 是不是7月 它真实的数字是34万 这些我全部都把它 我全部都把它做成千分位符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是不是34万 然后它预测出来是42万 然后这边是不是8月 真实的数字是60万 它预测出来是67万 可以吗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还有 因为通常会比那个 只要是在信赖区间之内的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是预测 所以 请问 它的最小值31万 有没有比它小 有的话就代表准 那这个是最大值 有没有比它大 有的话就比它准 可以了解吗 这是统计上说的95信赖区间 有听懂吗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值啊 来去画一张折线图 其实你自己看一下啦 我刚刚是不是补进去了 补进去了这7个 这个就删掉了 我刚刚是不是补进去了6期的那个线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蓝色线 好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到说 你会觉得说 至少 至少它 真实的结果呢 真实的结果是比较偏小一点的值 可是它这是不是预测出来的结果 有听得懂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吗 其实还算蛮准的 至少 至少它不是随便乱 乱 给你一个数字 所以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去到时候呢 有一个参考的预测值提供出去给别人使用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 假设我知道说明天会下雨 所以 所以 不对 假设我知道说今天会下雨 所以我带雨具 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建议各位就是说这个预测观念一定要把它带走 好 所以做法很简单 而且它预测的又还蛮准的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好 这样应该可以判断出来它到底准还是不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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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看当我现在游标在这个地方 我选择就是这6期的资料 而这42期的资料 所以我们去做预测工作表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选项 这边就是显示值 这是正确前面这个42期的资料 然后这个是预测的 预测的 可是有时候预测 你看预测到后面 其实会不会越来越失真 这我想一定会的 所以通常我们预测可以预测 例如说三期就好 六期就好了 不用预测很多期 你预测20年之后的人口数 我想那个人口数可能精确度是有疑惑 有疑虑的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预测 这未来三年人口数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或下涨的趋势 然后预测出来那个值 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比较相信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边预测的结束是不是 2018年6月1号 那你可不可以再去减少 他这边 例如说5月4月3月3月1号 你都可以去调整你要结束的预测点 好 那接下来这边有选项 选项就是开始开始点 预测开始点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预测的是 从2016年4月1号开始预测 可以吗 你去看 这个是实际发生的 是不是还蛮接近的 可以吗 这个是2013年开始预测 预测 然后2016年的4月 4月到这边 4月 然后5月 5月到这边 有没有看到有点落差 可是4月还蛮准的 然后接下来6月 6月在这边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6月几乎在一样的位置 好 所以其实这个预测还蛮准 你不要看太多期 越多期越不准 好 然后接下来信赖区间 看你要不要提供这个信赖区间 一般我们都会秀出来 这个信赖区间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边叫自动预测 可不可以手动设定 手动设定 它是指周期性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有时候一些商业行为 它会有周期性 所以它就会 可以去自己调整 我今天我的周期性 有6个月为一个循环 比如说卖兵的话 可能就是6个月 然后冬天可能就要卖一些什么 那个热的 好 面食之类 那相对的 我觉得我们一刚开始 我们就先使用它 透过这边 这边有一个 它用是内插补点 什么叫内插补点 就是说万一如果说今天的值是有缺漏的 例如说我们漏掉了2013年1月 然后可是我们有2013年2月 我们也有2012年12月 这个时候它就会用两个月的资料平均 这叫内插补点 好 这就提供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可以去做这些 那其中它用的方法其实是用平均法 平均法 它可能如果好一点的计算 它只会算 例如说这三期的平均值 当做是这一期的平均值 然后这三期的平均值 当做是这一期的平均值 这三期的平均值 当做这一期的平均值 然后可能还会再加去年的同期 来去放进去做 例如说加权 我只是要告诉你有很多种算法 这边方式论方法 可能就有非常多种了 因为预测 到底谁说的比较准 我想移动平均是最容易被我们用的 像股市里面的日K线 它就是用这种方式算一算 接下来我们大概预测 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几个重要的功能 我想你们大概掌握 尤其是像Power View Power View这边新增功能 还有像我们在 我曾经教你们填满这边 有一个快速填路 这也是一个还蛮聪明的一个做法 那接下来就是它在这个地方 这些有些图表它增加进去 然后你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 Power View结合的是DAX 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 对于这些画图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建议就回去写问题 就多填几个字 麻烦写 比如说可以教大数据分析 因为这些新的技术是不错的 那通常在课程最后 我都会把我的座右铭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出自于杜甫他老人家写 奉赠左伟成杖 二十二运 其实他这是一个自荐函 他就希望说左丞相能够帮我上书给皇帝 然后请他能够任用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勤劳 然后他会把书给读破掉 而且读破很多很多本书 然后他才能够写出很棒的文章 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一个很聪明的人 很优秀的人 他还很努力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接近学习的 那这是我很喜欢两句话 我也希望说跟各位来分享 我网路上不是有很多很多课程吗 你不可能一口气 很多课程都看完 但是我会建议你 你可以先挑你想要学的 跟你工作上有直接结合的 决定来说像Office 我想应该是跟你们有直接关系 还有如果说你想要再继续挑战 我们还有以上都还有办公室自动化 还有像例如说大数据分析 我那里面全部都有 其实学无止境 只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结束 而应该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然后可以透过LINE互相保持联系 那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每天都快乐 今天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